正好硬已經無敵了 十分鐘一萬經濟 全場經濟最高 很明顯對面就正好硬在帶飛 團戰已經打不過了 沒辦法只有靠偷塔 趁對面再推中路 先把上路高地偷了 然後再把中路的塔偷了 逼對面回來刷我 這樣我叫高地就能保住了 你們看對面剛打完主宰正準備推中路 這個時候我在偷下路高地 對面百分百要回來 只要牽制對面一兩個人 不讓他們五人抱團就行 正好只打墨子 我再去猜一下中路高地 頭子趕敲過來 大招接二技能直接秒掉 這就是暗性的傷害 你們看阿里跟蔡文基在上路清兵線 我直接把中路高地偷了 對面只有一格好硬厲害 我們只要不跟他打架 他再厲害這樣要走高地 你們看對面視野全部暴露 那麼水晶將被放空 可以偷 當團戰打不過的時候 就不要強行去接團 要果斷去偷塔 利用兵線去牽制對面 最後找機會把水晶偷了 這才是暗性的正確玩法 這才是暗性的正確玩法